韭菜的自我修养减读版 二哥面子,评论,韭菜的自我修养 2018年9月13日23点17分31秒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听身边朋友说 最近基金股市跌势汹涌,我喜出望外 下载APP,看看自己的美股账户,一样,惨不忍睹 想要安慰朋友,无从说起 想要指导朋友,一两句话又难以言进 于是,翻出两年前的一篇读书记录 干货满满,希望能帮到朋友 彼时爆出录音门事件,江湖人称 比特币首富的李孝来,一段关于割韭菜的录音被曝光 网络舆许持续发酵,李孝来闭关一个月 写了本小册子,取名韭菜的自我修养 有网友评论刚割完韭菜,又来给韭菜施肥 让人忍君不禁,新书还没正式发行 群里就有人抛出PDF版,我也就跟着 看了那么一看 李孝来割没割韭菜我不知道,但是他的这本小册子 对业余投资选手来说绝对受用 韭菜的自我修养减毒版 一他们所说的韭菜究竟是谁 他们对韭菜的定义 从人们经常的造句,能看出韭菜一般只交易市场里的 势单力薄的散户,与之相对的装,一般只交易市场里 财大气粗的大户 李孝来的精确定义 所谓的韭菜,指的是在交易市场中没赚到钱甚至赔钱的 势单力薄的散户 二韭菜的宿命从那一刻开始 他们一进场就开始买买买 交易市场里有很多特别气人的定律,例如 一旦你需要用钱的时候,市场就会大跌 对所有新手来说,这个定律几乎永恒不变 你一买,它就开始跌 你一卖,它就开始涨 对新手来说,有两句话很重要 连你都开始进场的时候,牛市就要结束了 你就应该干看着,啥都不买,到了熊市 等到大家都骂娘的时候,再开始买买买 三,亡羊补牢的韭菜才有前途 人越穷,赚钱的欲望就越强烈,所以常常不惜铤而走险 许多人投资一上来就all in,甚至不惜借钱投资 所以,永远不all in,永远不借钱投资 如果被套牢,在漫长的熊市里依然有机会降低成本建仓 亡羊补牢的韭菜最应该做的是 还有钱的话,就慢慢建仓 钱不够的话,就在场外拼命赚钱 四,交易者们最应该掌握的能力 几乎所有牛逼的交易者,都是学习和研究的高手 如果你发现自己必须向别人咨询,或者必须打探小道消息 才能决定交易的方向,那么说明你竟然真的就是一根所谓的韭菜 因为你全然不懂自己正在做的交易 在牛市违败进场,是绝大多数人的宿命,没啥可抱怨的 又因为是既定事实,所以也没有什么办法去逆转 然而,因为无知进场,又因为无知退场,这是最凄惨的结局 五,摆脱韭菜宿命的一个观念 所有的韭菜都认同一个实际上错误的观点 所谓的交易,是一种零和游戏 他们全然忽视了交易市场里最大的一个作用力,经济周期 或者通俗点讲,就是牛熊交替 在牛市里,绝大多数人都赚到钱了 少数人赔掉的金额,全然抵不上那么多人赚到的总数 到底是哪一根韭菜被割了 在熊市里,绝大多数人都赔钱了 大量的人赔掉的总金额,是少数人赚到的总额的数倍 谁在割韭菜 所以,这根本就不是零和游戏 实际错了是最本质,最合理,最有指导意义的正确解释 甚至应该是唯一的合理解释 六,韭菜缺乏礼貌的根本原因 一切的礼貌与修养,本质上来看都是深入思考的产物 跟说不说脏话没关系 有一篇论文里,某心理学家得出了结论 这世界没有什么坏人,只有好人,笨蛋和病人 七,谁说韭菜不在乎寻找价值 绝大多数人之所以正在讨论价值投资 是因为他们已然被套住了,这才是实质 研究透价值所在之后决定是否买卖 和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下手之后发现不对 再去研究价值当然有着天壤之别 随后的结论和结局都迥一致及 你在错误的时机做了交易决策 那么其后最正确的对策是什么呢? 很简单啊 等待下一个正确的时机 价值投资的缺陷 虽然它是对的,但它只能解释一小部分的世界 八,韭菜不缺耐心缺的是实力 养个人在绝对公平的情况下赌博抛硬币 每局一万美元,输赢比例应该是一比一 但是,如果一个人本金三十万,一个人三万 输得很可能是本金少的人 最终决定输赢的不是运气,而是实力 在交易市场里,实力有一个清楚的定义 长期稳定的低成本现金流 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 控制仓位 永远保留一定比例或者起码一定数量的现金 酒喜欢冒险的最终都是韭菜 优秀的,成功的交易者最终都是风险厌恶者 韭菜们以为优秀者,成功者最终都是靠冒险成功的 他们的理解线性且单一 市场有风险 所以,想要成功就要冒险 反过来,不冒险就不可能成功 错了,真的完全错了 想要摆脱韭菜的宿命,你必须学会一个观念是 能不冒险,绝不冒险 即便是必须冒险的时候,也要让傻瓜们冒险,自己在一旁通过观察获得经验 十更可怕的是不计成本的冒险 设置止损线 十一,止损线究竟如何制定才合理 如果,X的日常波动幅度是25% 那么,你的止损线,或者换个说法 你的最大可忍受亏损应该比25%更高 比如40%,因为你在考虑的是风险 尤其是价格波动剧烈的交易市场里的风险 所以,做更坏的打算永远比盲目乐观更靠谱 十二,评刺才是决定一切的根本因素 交易评刺越高,交易越是接近零和游戏 交易市场,短期来看是投票机 长期来看是称重机 华尔街教父本杰明,格雷厄母 韭菜想翻身,说一千到一万,只有一条路可走 降低交易评刺,降低降低再降低 只要你在频繁交易,你就依然是一根韭菜而已 频繁交易的结果就是交易手续费累积 累积到吞噬你的所有利润和本金 在交易市场里 越是短期的预测,越接近于抛硬币 越是长期的预测,越容易接近真实的逻辑推断 十三,到底最后是谁在割谁的韭菜呢 所谓的韭菜其实常常并不是被别人割 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是被自己割的 他们犯的错误拆解开来有三个 先是不能正确识别价值和价格,做出了错误的购买决定 而后已然不能正确识别价值和价格 所以做出了错误的出售决定 最后还是不能正确识别价值和价格 但是全然不自知,认为是别人欺骗了他们 自己被割了韭菜 十四,我要是在那里卖这里买就好了 所有的韭菜都有幻觉 哎,我要是在那里卖出眼瞅着某个价格高点 然后在这里再买入目光挪到某个价格低点,就好了 作为交易市场中的一份子 你不大可能在最高点卖出,也很难在最低点买入 为什么呢?理由很清楚,也很简单 最高点和最低点,都是因为一小部分交易者的冲动造成的 那一部分冲动的交易注定不属于不冲动的你 十五人怎样变坏的就会怎样变傻的 人是如何变坏的,那人就是如何变傻的,这两个过程的机理完全相同 所有的人都是向好的,可是,一旦这个人做了一个坏的决策,那么他将面临一个选择 承认错误,而后努力改正错误 不承认错误,而后把那个错误合理化Rationalization 十六,正确地提升收益风险比的方法 回报风险比等于可能的回报除以可能的风险 减小分母,可行的手段有这么几个 调整止损限,降低自己的风险承担 降低每次的交易金额在总资金的占比 提高自己在场外赚钱能力或者募资能力 加大分子,可行的手段 选择更为优质的交易标的 选择最佳的交易时机,比如若单次暴跌之后再买 放长持有时间,比如穿越一次以上牛熊 理下来的选择 为了减小分母,想办法继续提高场外赚钱能力,进场的钱就当是丢了 为了加大分子,买入之后就不动,不管涨跌,穿越多次牛熊 十七,其实真不是谁都能去做早期的 首先,早期投资者的失败项目比成功项目多很多倍 其次,早期投资者其实投不进去很多钱 最重要的,早期投资者由于自己的早期,所以只能成为长期投资者 韭菜们思考片面,他们永远只看单价,进而得出结论现在已经太贵了 于是,他们总是去找更便宜的,总是去找更早的机会 殊不知,这种片面的思考,恰恰是无形的镰刀,正在一查一查地搁着自己 十八,你要学的真不是项目分析能力 学任何东西,都是为了用得上 有些能力需要很久才能磨练出来,正确的做法是 学着,但不着急用,等够用了再说 进场之后,不要动,看上一年之后再动手买 只买交易量最大的那么一两个或者两三个标的 既然自己最初的时候智慧不足,那么暂时放弃,让他在一旁静静磨练,有什么不对呢? 放弃了自己的智商,并不意味着智商无处可寻呢 市场是有智商的,并且市场常常更聪明,你难道不信吗? 等你的智商磨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就明白了 暂时放弃自己的智商,还有另外一个定律作为支撑 在交易市场上,长得猛的,会长得更猛,跌得狠的,会跌得更狠,于是 所有东西都在长的时候,一定要选那个长得最猛的,因为概率上来看,或者说,市场在教育你,它更可能长 在所有东西都在跌的时候,一定要选那个跌得最少的,因为概率上来看,或者说,市场在教育你,它最抗跌 19. 韭菜没有生活,甚至没有性生活 你喜欢读书,就去买更多的书,安心读完,你喜欢弹琴,就找来更多的曲子,去练 你喜欢看电影,就去买更好的影音设备,搜集更多的影音资源,一定要学会自娱自乐,善于自娱自乐,这是牛逼交易员必须的最重要技能,它甚至比交易判断都要重要一百倍 若不如此,你就没办法降低交易频率 20. 孤独是成功交易者最宝贵的品质 高手们不重视正确,因为谁都可以正确,这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真正难的事情是,你不仅正确,还与众不同的正确,特立独行且正确,才能产生巨大的交易价值 听大多数人的话 参考少数人的意见 自己做决定 你最终的收益和你的孤独程度一定会同比增加,高度一致 21. 生活之外还必须有工作和学习 在交易市场里,无论是现金,时间还是生活,都绝对不可以Bulling 成功的交易者都知道,自己最需要的,除了现金之外,就是自身的成长 22. 认识周期识别周期和把握周期 韭菜们只喜欢谈趋势,而周期是他们脑子里根本不存在的概念 真正的趋势常常需要在多个周期至少两个之后才能真实展现 现实的经济里没有直线,只有波动 所有的韭菜都骨子里认为自己正在交易的标的并非可以持续长期增长的 关注周期,以及多个周期背后显现出来的真正趋势,会给你一个全新且更为可靠的世界和世界 结语 你不是韭菜 你笑来,一位你无法直视的老师 阿犬,评论,韭菜的自我修养2018年12月9日17.51分19秒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39元的定价,依旧是在割韭菜的节奏,有水的文字和技术花一个小时就能读完 打一星不代表文章内容有多么多么的糟糕,而是这位曾经在自己看来无比尊敬的老师 在录音事件发生后,整个人设的坍塌,对的是坍塌 和众多读者的感受一致,这是一本稍带干活,也极力洗白自己的顺势营销书籍 一些基础的投资理念,包括低频交易,周期,等等,对于一个在股票市场有些年月的人来说都应该是熟悉的 但是李笑来毕竟是李笑来,文笔还是一较,把很多金融书籍会色的理论讲得还是颇具可读性的 说说我对李老师的认知过程 一本和时间做朋友,打开了一个轻松少年的世界,原来我并不孤独 到今天为止,我依旧对这本书很感激,内容也很质朴踏实,对于青春期的学生来说,绝对是本不错的书 后来笑来老师搞比特币,那时候是2011年吧,自己也是刚读研决生,没什么储蓄的,自己完美地错过了比特币的上升周期 工作以后,笑来老师开始搞公众号,我特别佩服他搞什么就搞得风生水起的状态 紧接着是新生大学app,老师的光辉,要好好学习,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花了2000多元成了第一批的会员,那大概是2015年左右,所谓的知识付费学习还未兴起 在所谓的一年会员体验中,我渐渐觉得味道不对了,也会鼓励写作,学英语,学编程 还顺势又在新生大学里面设置了子课程,而且价格不菲 渐渐的你就发现,和李笑来撕逼的人多了起来,有老师,有学员,不过这些插曲并未阻挡李笑来的财路 和逻辑思维合体开了专栏,通往财富自由之路 说实话,我是一点没有读过,彼时的我,已经对逻辑思维很不感冒,再看到这样的题目就更加无趣 后来的事情,大家也看到了,李笑来借着粉丝经济,踏踏实实地割了一笔韭菜们 对,就是那些曾经被他圈粉,但也被他当作傻逼的粉丝 李笑来中间还导过名为锋利的投资项目,一笔20k,投资时长为两年,年华8%的利息 投资的利息第三年算到每期投资的项目里,收益率看各个项目 今年,2018,我投资的几期项目到期了,前期投入的钱早在2017年就还给了各位投资人 但是第三年归还利息及第三年的投资收益的时候,大家也只是拿到了8%的投资收益 但是这8%收益在第三年的回报就完全没有了,对,是完全没有 负责项目汇款的联系人一句解释也没有,支付宝群里也没有任何锋利的人做出解释 而且李笑来也聪明的失声了 讲真,看不到项目的钱投到了哪里,只知道有个豆包的公司代为处理和接受汇款 整个项目什么情况,无人解释,无人了解 这和非法集资有什么区别,这又是不是李老师书中说到的,低风险现金流的收入 到此处,新东方出来的老师,各个光环加持,古典劝大家不要买房子 罗永浩搞个锤子忽悠人,李笑来踏踏实实割了一批学生 这些年,我们被所谓的知识IP忽悠过多少,说到底,缺乏见识和学习能力,提高自己,少被老师们割来割去 韩姆尔下话线评论,韩姆尔下话线评论,韩姆尔的自我修养,2018年9月16日23点21分31秒 李笑来的一本小书,很黑啊,这么本124页的小书卖39元,基本是快餐书,内容还是不错的 对录一门事件的解释,洗白,顺便讲讲投资的一些原则和见解 有一点是蛮有启发的,最近看了很多关于投资理财的书,现在自己也开始定投指数基金,有点入迷 但是专门写投资理财的作者,基本是全身心在搞投资,炒股,自己不可能这样,也没必要 他们是抱着靠投资致富的,笑来就提到,场外赚钱能力的重要性,即关键还是自己主业,主动收入的增加 例如在指数基金领域很火的银行罗斯丁,有个公众号交定投十年赚十倍,也写了本畅销书,指数基金投资指南 在网易云课程等都有卖课,我初略估计下,罗斯丁的卖课程收入就达到六百万,还有板税,即不靠投资,基本已经很稳,罗斯丁自己起步都不是靠投资致富,而是靠卖课,通过赚到这笔原始资金,就更有底气执行自己的投资理念,富人越富,雪球越滚越大 一本一至两小时就可以看完的小说,但是笑来总,牛人还是牛人,多听听牛人吹牛逼也是好的,开卷有益,就如作者所说,思考带来决策,决策带来行动,行动改变命运,这是大实话 值得一看 书斋 一雄势力除了在场外赚钱补仓之外,还能干什么?学习啊,起码要开始锻炼学习的能力,思考带来决策,决策带来行动,行动改变命运,这是大实话 二,所以,在投资游戏里,最终决定输赢的不是运气,而是实力 几乎是同样的道理,韭菜最终的下场并不是缺乏耐心,而是因为缺乏实力所致,如果进场时那必然被套的部分事实上仅占他所有资产的一小部分,他会失去耐心吗?都不会 他会很冷静,无焦虑,但会羞愧自己判断错了,但不可能因为羞愧而做出更不合理的行为 想要摆脱韭菜的宿命只有一个办法,提高自己的实力 在交易市场里,实力指的是长期稳定的低成本现金流 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像我这样不断地在场外赚钱可能是唯一的优势策略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则,控制仓位,永远保留一定比例现金 三,回报风险比等于可能的回报,可能的风险 为了减少分母,我想办法继续提高场外赚钱能力,进场的钱就当是丢了,为了加大分子,我买入之后就不动,不管涨跌,穿越多次牛熊 四,早期投资真的不是谁都能做的,不说必须的人脉,单说资金构成,做早期投资,必须有能力投一百个五十万项目 即,如果一个项目投五十万,那么得准备五千万,就算你自信判断比别人强一倍,你也得有两千万 投资早期项目,绝对不是韭菜应该干的事,你必须赚到一定地步之后,再碰这方面的机会,否则一定会反复被割 五,学任何东西,都是为了用得上,如果一项能力需要很久才能磨练出来,结论当然不是那就不学了,正确的结论是,学着,但不着急用,等够用了再说 六,如果你不善于自娱自乐,如果你不把大量的时间用于认真生活,那么你就没办法降低你的交易频率,那么你就会变得跟韭菜一样整天盯着屏幕 七,孤独是成功交易者的重要品质 高手不重视正确,因为谁都可以正确,这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真正难得的事情是,你不仅正确,还与众不同的正确 特立独行且正确,才可能产生巨大交易价值 事实上,在任何领域里,想要把手中的事情做到极致,都要学会独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属于自己的独处方式 因为独处是促进生产力的最佳方式之一,到最后,你会明白,你最终的收益和你的孤独程度一定会同比增加,高度一致 八长期以来,我手里做着很多事情,一方面原因是为了做到想尽一切办法降低交易频次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害怕停滞,害怕不成章,因为若是不成长,那么自己就应对不了后面接踵而来的各种挑战 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失败无能为力 所以,在交易之外,要有很好的生活 好生活,不是放在那里就可以的,是要寻找,培养,经营的 除了生活外,还要有工作,不一定是要与投资交易相关的,无论什么样的工作,只要想做到极致,就很难 然而,只要做到了,就一定有成长,有新的境界 生活工作之外,还要有学习 现代人最幸福的地方,就是可以无生活压力地学习,而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社会地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为了自己的大脑继续成长 PS,这段说得极好 2018年9月16日 Buy Hammer 最简单的安全投资策略是什么 猴子,评论,韭菜的自我修养 2018年9月15日20.35分09秒 1.最安全的投资策略是什么 投资成功的核心方法论,相信你肯定也听过,那就是,低买高卖 虽然只有四个字,听起来简单,但是真的很难做到,要多难就有多难 那有没有所有人都能做到,所有人都能理解,所有人都可以轻松上手,只要做到必然足够有效的手段呢? 其实还真有,那就是 定投策略,定期等额购买某一只或几只成长型股票 2.为什么定投是最简单的安全投资策略 定投策略的好处是,除了定期定额,购买之外,你什么都不用做,不用研究K线分析技术,不用天天看它的股价,不用关心它的新闻,不用打听它的种种内幕,真的什么都不用管 甚至,如果你能给你的资金判刑超过十年的话,联赌年报都可能必要性不大,因为年这个期限实在是相对来看太短了 定投策略是很好的避险工具,因为在出手购买的那一瞬间,几乎没有任何百分之百确定的办法去判断 A.当前时间点,股价是否处于低点 B.购买之后的一小段时间里,股价是上涨还是下跌 而采用定投策略,则相当于确定地捕捉了一段时间里的均价 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定投策略如此有效的话,那岂不是应该人人都这么做?那为什么最终很少有人真正采用且贯彻实施这么简单这么有效的安全投资策略呢? 定投策略的关键并不在于定期,也不在于定额,甚至并不在于长期坚持定投策略,那关键在哪呢? 关键在于 在开始之前,你通过深入的研究得到了相当确定的结论,这是一家成长性极强的公司,因为你的受益等于公司成长性信号定投策略效用 如果事实上该公司的成长性是零,那么定投策略的效用就等同于无,如果最终证明该公司不仅没有成长,甚至干脆衰落了,那么定投策略的效用事实上等同于放大了损失 只有对成长性极强的公司采用定投策略才是不仅有意义还有倍增效应的做法 更为关键的是,这一步做对了,后面就太省事了,你甚至不用想退出策略,因为退出策略很简单 只要公司还在成长,就没多大必要退出或者,没必要退出全部 三,如何执行定投策略 一,第一步,选择某一只或几只成长型股票 根据你的知识与判断,选择了认定它是成长型公司的股票 如果你不会选,或者已经学习过前面的投资课程,那么就可以选择GFETA这六家中的一只或几只股票 二,第二步,设定一个期限 这个期限可以是每月,也可以是每个季度 每个期限到达之时,无视股价的变化,购买等量金额的该公司股票 例如,每个月一号定期购买一股等额XXX股票 三,第三步,每个期限到来的时候更新下面这个表格 用这个表格去记录自己的投资过程,保证你的定投可以做到长期执行 你还可以采用外部监督的办法帮助你做到长期,比如,可以每个月在下面这个表格记下自己的投资心路历程 四,如何做到长期定投 一,首先,我们来看多长才算长期 有个可以计算长期的公式,这个公式叫做72法则 投资翻倍的时间72年化复合收益率值 比如,你的年化复合收益率是10%的话,那么你需要72时,即大约7年的时间让你的投资翻倍 如果你的年化复合收益率是25%的话,那么你需要72斜跟25,即大约3年的时间让你的投资翻倍 在此基础上,你可以这么理解 能让你的投资翻倍的时间相当于中期 能让你的投资翻倍再翻倍的时间相当于长期 于是,你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巴菲特认为至少10以上才算是长期了 因为他给自己定的目标和事后长期的要求是 买到年化复合增长率至少15%的股票 在这个目标下,5年翻倍,10年翻倍再翻倍 所以,我希望你给自己的投资金额盼得有期徒行10年,这样才算长期 二,保证你投资的钱不是生活救命钱 人一生要经历各种事情,比如结婚,买房,生孩子 还要经历各种意外,比如家里老人生病等等 所以,你投资的钱应该是去掉这些预算之外的多余钱 如果你投入的不是这样的多余钱,那么只要你生活中遇到及时用钱的地方 那么你就不得不把投资的钱取出来,那么你长期定投的计划也无法执行下去 三,你必须有投资以外的赚钱方法 投资要抛弃一夜暴富的想法,如果你有这个想法,那就是在投机了 如果你只凭投资赚钱,那么你的心态就会变得患得患失 会不由自主地把眼光和注意力从远方挪到眼前 不由自主地变成近视眼,看不透周期,看不到趋势 能看到的只剩下涨跌而已,于是,必然会退化为韭菜 所以,你必须有投资以外的各种赚钱方法,才能保证自己确定的能给自己的以投金额一个有期徒刑十年 本文来自李孝来,财务自由之路,韭菜的自我修养和个人多年时间的经历 公号,猴子数据分析,回复概率,助你成为一个长期投资者 只要开始坏掉,就根本回不来了 大胖807评论,韭菜的自我修养,2018年9月29日17点13分11秒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首先,我并不是来黑李孝来的,我只是一个看客 就单纯从书籍内容和其发行的特定背景来看,这本书本质是李孝来为了给自己洗白白重塑人设形象而发行的 因为从前眼里就能看出来,读音事件导致了孝来的人设崩塌,被贴上了黑妆和伪君子的标签 为了还能维护自己的社会形象,不得不想办法为自己开脱 书中李孝来利用自己强大的概念重塑能力,继续将各种概念诸如韭菜割韭菜进行重新定义 告诉大家,韭菜的收割完全是韭菜个人的问题,与庄家无关,并细数了韭菜的各种傻apps行为 其实就是说,你们挥钱来骂我,其实和我无关 接着,李老师在利用其强大的文字洗脑能力加受人以鱼的方式,教授各个韭菜应该如何摆脱 韭菜命运,大致最后落脚点都是要学习,要成长,要思考,要学会场外挣钱 其实就是说,你自己不学习,又没钱补仓,被割了不是活该吗 最后,李孝来还不忘再次强调自己不是比特币首富 顺便继续炫耀了一把自己曾经糟糕且辉煌的战绩以正江湖地位 得了便宜还卖乖 当然书中还顺便对死了曾经的几位合作伙伴 比如ASK的B君,报社的A君等等,还是颇有看点 他们都是部分的坏人,就我单纯无比 整体而言,大部分内容属于作者艰难思考后的经验之谈 如果经验真的能够复制的话,表面上李孝来希望真诚地对投资者进行二次教育 其实本质是李孝来道貌爱然的又一次戏剧性表演 用书中李孝来面对记者问道是否恨必君的回答来结束点评 不恨,真的不恨,首先没空,其次真的觉得他挺可怜的 因为只要开始坏掉,就根本回不来了 版权符号,本文版权规作者,大胖807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来自豆瓣APP 有用是 一个人赚不到钱的三种迹象 谢小迪,评论,韭菜的自我修养,2018年10月8日20点38分22秒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赚钱是每个人都在干的事情 每天上班工作,最高境界是实现自己梦想,最低底线是能够有钱活下去 可见,赚钱是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情,但同样都是赚钱,为什么你只能拿着死工资 而有些人就像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多,甚至有税后收入 我一边看韭菜的自我修养,一边回想自己和身边的人合适 发现赚不钱的都是相似的,会赚钱的人总能赚到钱 一个人赚不到钱有三个工薪特征 01 左手信用证,右手花呗,手上唯独没有现金流 在交易市场里,实力指的究竟是什么 长期稳定的低成本现金流 韭菜的自我修养 无论你是玩基金,还是股票,手上有本钱才行 有本钱还不够,你需要有稳定的本钱,只有这样你才能稳定的投资 赚不到钱的人第一个迹象是,手上没有稳定的现金流 前段时间跟朋友聊起基金,理财方面的信息 之所以会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俩都觉得对自己还是太仁慈 虽然有存款,但还是会莫名冲动控制不住双手剁手 现在想要抓紧点,让自己的小金库变得更富有一些 之所以有这种心思,是因为手上没有稳定的现金流 花钱大手大脚的,钱不够就靠京东白条,花呗都有比较大的额度,这条命都是靠花呗称的 因为他们可以让我提前享受花钱的快感,如果下个月没有还上,那就分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慢慢还 那个时候,我太喜欢这种感觉 只需要扫一扫,就能提前买到自己想要买到的东西,还安慰自己,才这么点钱,工资一发就能还上的 那段时间,每个月工资一到账立刻还花呗,白条,在还债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 每次还完钱,对自己说,这个月保证不乱花钱 结果,因为卡里的钱不足,又没有额外的收入来源,又陷入刷白条,花呗,还债的恶性循环当中 日积月累,每一次都提前消费几百多,分三个月,每个月都如此,要还的钱越来越多 有一天,我想看看要还总金额是多少,一看吓我一跳,要还两千多元,我都不敢相信,自己到底买了什么 每次消费几时,偶尔几百,居然累积到千了,整整半年多月的时间才还清 我恍然发现,提前消费带给我的快感只是一时,最后还债的日子是痛苦的 从那以后,我下定决心改掉这个毛病,当时对花呗这类的东西还有依赖,所以就限制自己每个月使用的额度 一旦超出限定额度,要么用卡里现有的钱,要么就忍着,绝对不能用花呗提前消费 就是这样,才恢复正常,开始能存钱 其实你想想,总是一套信用卡,花呗,你每个月的工资有一大半都是还债,还完债的钱又只够生活费,超额了又要打花呗的主意,你哪还有额外的钱去理财呢 而真正能赚到钱的人,除去投资技巧厉害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他手上有钱 这个钱不是靠借钱,拆息墙补动墙得来的,而是你原始资本里就有的 滚雪球里有一句话,第一,做生意要避免赔钱,第二,参照第一条法则,第三,不要从别人手里借钱 这就意味着,即便投资失败,手头上还有本钱,不会影响自己的生活 而不会赚钱的人,会孤注一掷,要么依靠信用者,花呗提前消费,然后还钱的恶性循环,要么就是投机,把钱都放在交易市场上,期待有奇迹发生,就像赌徒总把希望压住在下一盘能营一样 控制住仓位,永远要保留一定比例或者一定数量的现金流,就好像前海需要一个氧气管 没有本金,你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更别想赚钱了 02,只有一份收入来源 所有成功的交易者最终都会做出一样的选择,在交易市场里,无论是现金,时间,还有生活,都绝不可以all in,韭菜的自我修养 为什么?因为有风险 在中国,据统计69.7%的老百姓只有劳动型收入,不懂投资理财 劳动型收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和时间成本获得的收入,比如按月领工资 资产型收入,指房产,车产类型的收入,在楼市暴涨之后,有些人通过房产出租和买卖增值获取收入 投资型收入,主要是指流动资产进行投资所获得的资本收益,比如,炒股,炒黄金 现在还是有很多人都完全依赖于劳动型收入,但未来多元化收入是必然 携档创业家的作者Pimberly Palm,她的个人经历和新经济时代的人们兼职,创业的故事写成了这本书 当初做副业是因为女儿刚上幼儿园,在一次接女儿路上,她意识到与孩子共度时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她需要钱,在这种情况下,她开启了副业之路 她现在是NBC,CNN等电视和广播节目的常客,也给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朝日新闻写稿 她的副业做得很好,经济状况令人羡慕 当然,收入的多元化可以分散风险,也更容易在交易市场上获得成功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A每个月的钱只有3000元,它的途径就是上班工资 B每个月的钱有6000元,3000元的上班工资,3000元的额外收入,这个额外收入又从各种不同的途径产生 B的收入来源多渠道,收入也会增加,风险也在降低 万一有一天A和B面临公司裁员,A就要死翘翘了,而B可以依靠额外的收入维持生活,甚至变成一份工作 无论你是把投资交易当作全职,还是只维持一个拿薪水的全职工作 本质上都是危险的,因为你会安乐死,觉得这样挺好的,反正都是赚这么点钱,干嘛要这么辛苦,瞧到船头自然值 你的大脑就被固定住了,一直处于安逸的状态,在想逆转,会非常艰难,因为遇到的困难再增加 吃惯美食佳肴,哪还吃得惯野菜啊 会赚钱的人,他们不会局限于一个领域,而是会自主开发新的领域,学习新的技能 等学到了,时机也就成熟了,自然也能赚到钱 你赚不到钱,一有负债,二没有额外收入,最后只能随遇而安,安慰自己,就这样了 03 只看短期趋势,不看中长期增长 韭菜们只喜欢谈趋势,而周期是他们脑子里根本不存在的概念 韭菜的自我修养 你如果仔细观察身边的人,一般没真本事的人特别喜欢装逼,动不动就说,这个趋势很好,这是下降趋势 不要买,就跟过年吃饭,有些亲戚没啥本事,却喜欢谈国家大事是一个道理 而真正有本事的人,他们不吹牛,不装逼,面对质疑,也是默默的笑,不解释,选中一条路,长久坚持下去 现在我很讨厌有人问我,怎么能快点赚到钱,每次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虽然会说,找点兴趣,巴拉巴拉 其实内心真实的回答是,去抢银行啊,做违法的事情最容易赚到钱 大家都在江湖里混,都想赚钱,凭什么你不等待,不付出,就想超捷径,快点赚到钱,那你让哪些很努力,默默坚持付出的人怎么办 无论你是做交易,还是发展副业,看的根本不是某个节点的趋势,而是周期 就像书中所说 真正的趋势常常需要多个周期至少两个之后才能实现,现实经济里没有直线,只有波动 如图所示,这是巴菲特的净资产在进入53岁以后开始出现爆发式增长,为何出现这样的情况 周期的力量 在经济学上用熊比特经济周期模型来看投资,具体的原理因天幅关系不能详细讲述 我们直接来看这个熊比特运用三周期模型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分为三个长周期,分别是 18世纪80年代到1840年,是纺织工业和产业革命时代 1840年到1897年,是蒸汽和钢铁时代 1897年到20世纪50年代,是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时代 而巴菲特财富积累成功是在,第四次抗波的回升期1982-1991年 第五次抗波的繁荣期1991-2005年财富开始急剧增长 在此之前53年储备足够的投资经验后,抓住最佳的人生财富时机 结合复利的力量,从而实现了个人财富进入全球首富前列 延伸阅读,https-swipeu.com-930-4750-59-833-5895 看巴菲特有关的书籍还有投资报告,你会发现,巴菲特坚持一个原则 短期的业绩不能说明一切 进一步来讲,他认为对于投资来说,五年可能是一个有意义来评判业绩是好 或者是坏的时间期限,如果投资者耐心不足的话,那至少也要以三年 一个月,就想要立马能赚钱,还要赚大钱,可能吗? 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这两个曲线,一个是库伯乐,螺丝改变曲线 另一个是新生事物的发展过程 这两幅都代表着你对一件事情的接收程度,当你经历过绝望,面对现实 自然就会清醒,开始知道方向,知道该做什么,这个时候你离钱也就不远了 曾经看到有人说,越想要快点赚到钱,越赚不到钱 那个时候没当回事,现在想想确实如此,总想快点赚到钱 往往自我感觉良好,很冲动,没有耐心,没有实力,只有一腔热血 只有打碎过,失望过,才会知道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钱要一点点赚 正如书中所讲,控制自己是天下最难的事情,越是简单的原理,越是难以遵守 赚钱是一个动作行为,做什么动作,对应的是什么决定,决定又是提依靠你大脑思考的产物 因此,思维影响决策,决策影响行动,行动改变命运 版权符号,本文版权规作者,谢小迪,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赚钱的,就不是韭菜吗? 美丽的胶片电影,评论,韭菜的自我修养,2018年9月15日,15点47分20秒 人非圣贤,熟能无过,我相信所有恨李老师的人,也都爱李老师 姚记得11年读,把时间当做朋友的时候,李老师在我心中那形象,是闪闪发光的 后来上全战班,见过李老师几次,跟Stat老师也很熟 在后来16年进入币圈,听到关于李老师的评价就复杂起来了 因为在读书圈,或者英语圈,李老师基本都是光辉的不要不要的 但是在币圈,李肖来三个字基本和黑妆联系在一起 不可否认,我也跟着时不时地骂一骂,有时也很难听 但是这些负面评论反而让我觉得李老师更真实了,人无完人嘛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朋友给我做过一个比喻,一盆花你远处看的时候他很美丽 但是,当你走观察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瑕疵,甚至还会眨到你 看到李老师的不好是因为走得更近了,币圈信息量庞大,接触的频次高了 扯得有点远 说说韭菜,若圈不长我只能评论我自己 我曾经以为我不是韭菜,因为我赚到钱了,而且买啥啥挣钱 在顺风顺水的时候我们的自尊水平一般都会很高,谁会做下来反思自己呢 18年的大熊市,让我有机会在痛苦中仔细地反思了一下自己 按照李老师的定义也不一定对,我是一颗韭菜 首先,书中出现的错误我基本都犯过 不计成本的投入,没有给自己留购现金 停止了学习和进步 没有周期意识 没有控制风险的意识 做出了一些让我在熊市很难周转的决定 一卖就涨,一买就跌 李老师也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法 比如,降低交易频次,尽量少地关注币圈的消息 持续锻炼自己场外赚钱的能力等 不过,各位读者应该认识到一点 李老师给出的是他的建议,他的财力,能力 可以让他更好的驾驭这种方式 而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在没资金,没资源,没能力的情况下 面对一个经常造就神话的市场 我们怎么可能不all in,怎么可能不增高交易频次 毕竟钱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你这么做了,失败了,我觉得也没问题 命运都是自己选的,失败是成功的妈妈吗 我一直相信世界上没有好男人,好坏取决于诱惑的大小 区块链就是这样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混,你一定会受到超出你思考水平的诱惑 并未支付出学费 熊市依旧,每次币价狂跌的时候 我都心不在焉,坐立不安,一身一身的冷汗 第一次穿越牛熊让我彻底体会了一次什么叫温水煮青蛙 不过,最近的探底行情反而让我对比特币越来越有信心 写的时候心里也须比特币这个市场就好像早期的黄金 北京2000年的房产,现在还是一个随便购买 可以买得起的年代 资源和财富永远是稀缺的 而真正可以握住资源的人一定是善于学习 且具有探险家精神的人 回到书上,这本小册子不长,大家都可以读一读 哪怕不是从韭菜的角度出发 了解一些大师的投资技巧也是很有意义的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 最后,希望李老师能身体健康 让我被韭菜,在暴跌的时候有个标的可以骂句黑妆 版权符号,本文版权规作者 美丽的胶片电影,所有,任何形式转载 请联系作者 投资常识,篇幅短小,2.5星 李笑来,韭菜的自我修养 左其胜,评论,韭菜的自我修养 2018年9月13日21点57分54秒 篇幅短小,一个小时可以读完 今年网络上流传过作者的一段50分钟的录音 内容是关于区块链与加密货币的 前言中解释,写着本书的动机是对这段录音的误解的反击 证文主要内容是一些投资常识 外加不点名批评了两个经常黑作者的人 两个附录,一个解释了比特币首富称号的由来与实际情况 一个算区块链和比特币的科普 书中提到的投资常识中,最重要的应该是这两条 1.不冒险 2.低频交易 总体评价2.5星,有价值的信息不多 以下是书中一些内容的摘抄 警号号后面是Tindle电子版中的页码 1.环顾一下四周,你就明白了 还有个比一进场就买买买更可怕的错误 是什么呢?是,一进场就把自己的钱花光了 警号141 2.我个人是这样区分投机者和投资者的 投机者拒绝学习,投资者善于学习 警号162 3.据我观察,所有的韭菜都认同一个实际上错误的观点 所谓的交易是一种零和游戏 也就是说,他们相信自己赚到的钱是别人赔掉的钱 或者反过来说,他们自己赔掉了多少钱 一定被别人赚走了同样数额的钱 警号196 4.牛市的时候,鸡犬升天,多差的标的都有可能继续暴涨 熊市里,万马其音,有时好的资产反倒跌得更狠 时机错了是最本质,最合理,最有指导意义的正确解释 甚至应该是唯一的合理解释 警号217 5.你在错误的时机做了交易决策 那么其后最正确的对策是什么呢?很简单啊 等待下一个正确的时机 警号267 6.我进入交易市场了好几年之后才开始正视价值投资的缺陷 虽然它是对的,但它只能解释一小部分的世界 警号274 7.于是,想要摆脱韭菜的宿命只有一个办法 提高自己的实力 在交易市场里,实力指的究竟是什么? 有一个清楚的定义,长期稳定的低成本现金流 警号296 8.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 控制仓位永远要保留一定比例或者起码一定数量的现金 这就好像前海需要一个氧气罐一样,没得商量 警号301 9.想要摆脱韭菜的宿命 你必须学会的一个观念是,能不冒险,绝不冒险 即便是必须冒险的时候,也要让傻瓜们冒险 自己在一旁通过观察获得经验 警号313 10.反正,设定止损现这件事,绝对不能一厢情愿 起码,你现在知道了,有个因素很靠谱 交易标的的日常波动幅度 警号411 11.有这么个屋子里的大象 即,那种显而易见却被人们全然无视的现象 交易频次越高,交易越是接近零和游戏 智者们早就反复提醒过,只不过说法不一样而已 警号423 12.那你要学的,能马上用的,究竟是什么呢? 本来最重要的一条是,进场之后,不要动 看上一年之后再动手买 警号704 13.这一条你能马上用到,并且你还来得及学,来得及用 只买交易量最大的那么一两个或者两三个标的 警号707 14.暂时放弃自己的智商,还有另外一个定律作为支撑 在交易市场上,长得猛的,会长得更猛,跌得狠的,会跌得更狠 警号727 15.所有成功的交易者最终都会做出一样的选择,在交易市场里,无论是现金,时间还是生活,都绝对不可以,all in。为什么?因为有风险。警号841 16.首先,投资也好交易也罢,绝对不能当做全职工作,因为你一旦全职,你就没办法成长了,你必须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生活上,其他的工作上,以及学习上,否则,你只能是另外一根韭菜。警号850 17.而实际上,真正的趋势常常需要在多个周期至少两个之后才能真实展现。警号 9.韭菜的自我修养 读书笔记 Colcom评论,韭菜的自我修养2018年9月15日21点44分06秒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1.他们说的韭菜究竟是谁 所谓的韭菜指的是交易市场中没赚到钱,甚至赔钱的事单力薄的散户 他们严重缺乏基本的阅读能力,是那种一辈子东西都不读产品说明书的人 2.韭菜的宋命从那一刻开始 绝大多数韭菜源自于一个相同的原因,他们一进场就开始买买买 连你都开始进场的时候,牛市就要结束了 到了熊市,等到大家都骂娘的时候,再开始买买买 3.亡羊补牢的韭菜才有前途 比一进场就买买买,更可怕的错误是一进场就把自己的钱花光了 翻身机会,虽然被套牢了,但依然有钱,可以慢慢花 于是在其后漫长的熊市,依然有机会降低成本件仓 亡羊补牢的韭菜最应该做的是,还有钱的话就慢慢补仓 钱不够的话就在场外拼命赚钱 4.交易者们最应该掌握的能力 投机者拒绝学习,投资者善于学习 只靠打探小道消息,而不自己去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 就是一个真正的韭菜 熊市里除了在场外赚钱补仓之外,还能干什么? 学习啊,起码要开始锻炼学习的能力 5.摆脱韭菜宿命的一个观念 所有的韭菜都认同一个实际上错误的观点 所谓的交易,是一种零和游戏 他们完全忽视了交易市场里最大的一个作用力 经济周期,或者通俗点讲就是牛熊交替 在牛市里,绝大多数人赚钱 在熊市里,绝大多数人赔钱 这根本不是零和游戏 赔钱正确的解释很简单 我们买入的时机,错了 这是最本质,最合理,最有指导意义的正确解释 是唯一的合理解释 6.韭菜缺乏礼貌的根本原因 无论在什么时候买卖,都是由双方配合完成的 本质上来看,一切的交易都是思考不一致的结果 7.谁说韭菜不在乎寻找价值 成功的交易者永远是极少数 他们所具备的共同特征就是 他们不为表象所动,他们喜欢探究表象之下的实质 这世上没有人不学习,只不过学习和学习并不一定相同 你在错误的时机做了交易决策 那么其最后正确的决策是什么? 很简单,等待下一个正确的时机 8.韭菜不缺耐心,缺的是实力 缺乏耐心的本质是缺乏实力 在交易市场里,长期稳定的低成本现金流才是实力 永远要保留一定比例或者起码一定数量的现金,控制仓位 9.喜欢冒险的最终都是韭菜 能不冒险,绝不冒险 即便是必须冒险的时候,也要让傻瓜们冒险 自己在一旁通过观察获得经验 盯着别人冒险 10.更可怕的是不计成本的冒险 要计算回报风险比韭菜市没有止损这个概念 如果回报比风险是1比1,你为什么要跑去交易市场玩抛硬币呢? 11.止损线究竟如何制定才合理 不要太贪心,这个所谓的建议的毛病在于它几乎不可执行,根本做不到 设定止损线这件事,有个很靠谱的因素,交易标的的日常波动幅度 12.评次才是决定一切的根本因素 降低交易评次,降低降低再降低 在那么短的时间里,突然产生巨大回报的可能性急低急低,捕捉暴涨暴跌,恰恰是最危险的,是火中取利 频繁交易的结果就是交易手续费累积,累积到吞噬你的所有利润和本金 越是短期的预测,越接近于抛硬币,越是长期的预测,越容易接近真实的逻辑推断 你下来自己定的规矩,长到十倍之前,就当它不存在 13.到底最后是谁在割谁的韭菜呢? 所谓的韭菜,其实常常并不是被别人割,更多的情况下他们是被自己割 14.我要是在那里卖这里买就好了 15.人怎样变坏的,就会怎样变傻 人是如何变坏的,那人就是如何变傻的,这两个过程的机理完全相同 这个世界没有百分之百的坏人,只有好人和部分坏掉的人 若是不小心做错了事,一定要改正,绝对不尝试去做任何形式的合理化 因为做了个愚蠢的决定,而没有努力去纠正思考,不断自主地合理化自己之前的愚蠢,所以人就变傻了 痛苦加反思等于进步 16.正确地提升收益风险笔的方法 风险笔等于可能的回报,可能的风险为了减小分母,可行的手段有 调整止损限,降低自己的风险承担 降低每次的交易金额,在总资产的占比 提高自己在场外的赚钱能力 为了增大分母,可行的手段有 选择更为优质的交易标的 选择最佳的交易时机,比如若单次暴跌之后再买 放长持有时间,比如穿越一次以上的牛熊 最终李笑来的选择是这样的 我想办法提高场外赚钱的能力,进场的钱就当是丢了 买入之后就不动,不管涨跌,穿越多次牛熊 17.其实真不是谁都能去做早期的 早期投资者的失败项目比成功项目多很多倍 早期投资者由于自己的早期,所以只能成为长期投资者 早期投资者其实投不进去很多钱 早期投资者不是谁都能做的,必须有能力投一百个五十万的项目,才能去尝试一个五十万的项目 18.你要学的真不是项目分析能力 如果一项能力需要很久才能磨练出来,结论当然是不学了 正确的结论是,学着,但不着急用,等够用了再说 进场之后不要动,看上一年之后,再动手买 只卖交易量最大的那么一两个或者两三个标的 19.韭菜没有生活甚至没有性生活 记住,你要有生活并且生活很重要,要降低交易频率 FOMO,对丧失机会的极度恐惧 从今天开始更加努力,更加认真的生活,一定要学会自娱自乐 20.孤独是成功交易者最宝贵的品质 特立独行且正确,才可能产生巨大的交易价值 21.生活之外,还必须有工作和学习 投资也好,交易也罢,绝对不能当做全职工作 因为你一旦全职,你就没办法成长了 你必须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生活上,其他的工作上以及学习上 否则你只能是另外一根韭菜 投资也好交易也罢,尤其绝对不能当做一个拿薪水打工的工作 22.认识周期,识别周期和把握周期 韭菜们只喜欢谈趋势,而周期是他们脑子里根本不存在的概念 关注周期以及多个周期背后显现出来的真正趋势 会给你一个全新且更为可靠的世界和世界 走到一定程度之时,你能赚到的钱已经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 所以剩下的那些,拿着一年还是拿着两年还是拿着永远有什么区别呢? 把握周期最靠谱最不容易出错的方法 仔细观察,体会绝大多数交易者的情绪 控制自己是天下最难的事情,越是简单的原理越是难以遵守 附路,它圆区块链投资原则 熊市里可以随便买买买 牛市一段时间之后,要开始慎重慎重再慎重 在未来,比特币的主导地位将不断下降,甚至可能低至5%以下 原则,在决定是否投资之前,反复深入问自己提问的问题 这世界真的需要这东西吗? 它解决了什么原本没有被解决的问题? 去中心化,在这件事上真的必要吗? 它真的必须账务公开吗? 账务公开的存在真的会提高它的效率吗? 它在多大程度上更接近一个,去中心化自治公司DAC 如果我们决定投资,那么我们应该用我们资金的多大比例去投资 韭菜被割的命运不是必然的 把扑,评论,韭菜的自我修养2018年12月10日13.09分28秒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韭菜只有被割的命运吗? 在理校来看来 韭菜们有能力自己选择被割还是不被割 被割的韭菜其悲惨的命运都是自己找的 作为生来就是的韭菜其自我修养在于 不断地学习和成长,摆脱掉被割的命运 只有那些目光短浅,投机取巧的韭菜才 注定被割,因为它们从不学习,从不判断 只等别人提供了内部消息一封我买入 这样的韭菜能摆脱被割的命运吗?不能 所以韭菜们,不要担心被割,只要你的 硬实力提升上去,到时没人能割得了你 可怕就在于整天让被割命运的韭菜们 从来不撕进去,等待它们的,只有被割了 版权符号本文版权规作者,把扑,所有,任何形式转载 请研系作者